转载自白江号作者,怪谈NBA上面是雷霆三少和保罗乔治,一起参加美国国家队的训练的图片,杜兰特、威少。 哈登这曾经的雷霆三少再一次在一起打球了,距离三少上一次在同一支球队打球是在六年前,那个时候年前的雷霆三少第一次杀进了总决赛,但是总决赛上他们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结果三巨头给三少好好上了一刻,那次总决赛之后哈登离开了雷霆,而四年后杜兰特也离开了雷霆,只有威少艺人还在雷霆。 不过三少的结局是完美的,三少都拿下过MVP,不知道三少还有没有机会在一支球队打球了。 在刚刚过去的8月21日,早上到下午的12小时之内,NBA联盟再次传来三笔签军,分别是栏网建下两名球员和火箭队建下一名球员,并且火箭队还迎来了两大喜讯,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栏网今天完成了两笔签军,分别签下了风味摇摆人米切尔·克里克和后卫乔丹麦克劳林。 双方的合同细节并没有透露出来,克里克是一名澳大利亚的球员,他在今年夏天第一次登陆美国夏季联赛,代表独行侠队参加比赛。 麦克劳林是一名大学球员,大学期间场均可以拿下12.9分,上个赛季他在NCAA的排名达到了第三位,他代表蓝网参加了今年的夏季联赛,场均可以拿下7分4.2助攻。 而火箭队则先下了布鲁洛·卡伯克洛,后者的是2.014赛季的首轮第20顺位球员,在猛龙队的三年,并没有什么亮眼的发挥。 他总共出战了25场NBA常规赛,场子只有一点一分。 不过卡伯克洛非常有天赋,身高2.06米,得他被预为巴西版的杜兰特,在刚刚进入联盟的时候被寄予后啊,但是此刻才进过去了,他并没有杜兰特那样幸运,一进入联盟就是千只脚子拥有无限开火拳。 此外火箭队还传来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关于周琪的,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南篮比赛中, 中国队以82比80立克菲律宾队,拿下了开门红,其中周琪是全场发挥最亮眼的球员,他当场拿下25分12来本期盖茅的完美数据,在首截球队发挥不佳的情况下,周琪一人扛起了进攻大旗,首截拿下11分带领球队以20比13领先菲律宾。 全场比赛下来,周琪的数据是最完美的,周琪既可以在外线头3分,也可以在内线完成爆扣和盖帽。 从周琪的表现来看,他已经适应了NBA的比赛,下个赛季周琪能够成为卡佩拉的替补。 并且周琪还很年轻,说不定能够成长为姚明那样的球星。 第二个好消息是哈登,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休斯敦市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有一位哈登设立章姆斯哈登日来表达对火箭的单架球星的感谢。 市长这样表示,哈登是一位MVP,他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全联盟和球迷的认可。 在休斯多尔,我们会加上一项特别的认可,将一个特别的日子做对哈登的认可。 城市为球员设立纪念日是一个重大的荣誉。 文化谈NB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